大家好,欢迎您收看12月7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石玉兰 花林县2021面山面海教育与安全机制论坛 7号上午来在吉赖的猎人学校举行了 而共有来自全县各国中小学100多位的学务主任共享盛举 而清零县场的县长许正蔚 感谢与会的贵宾以及总指教师 齐心努力的来推展花莲山海安全机制 以及永续环境教育 圆丁在美轮饭店举行的花莲县2021面山面海教育与安全机制论坛 县长许正蔚致迟时提到 然而既然论坛主轴是面山面海 就紧急改在吉赖猎人学校举行 并且强调在开放山林海域之后 学习如何自救自助的重要性 这是一个面山面海的活动 更应该要学习如何自救自助 很重要 因为现在开放山林以后 或者开放海域 其实我们真的要了解跟大自然的对话 如何顺势而为 在上个礼拜 上个礼拜更确立 我觉得这个方向是对的 上礼拜有一个高雄荣院的医师 在排云山庄入山 然后要从我们的这个同门出来 结果他走到了他迷路了 走到了天长隧道的溪口 然后之后局长就告诉我 消防队员已经到了天长隧道的东口 但是消防队员并不是登山的专家高手 对于地形地貌 山域的状况 不是这么了解 我们不能冒险让我的消防员 踩了一个空从悬崖边掉下来 或者是遇到任何困境 因为他必须要走往高处走 再走到这个溪口 天长隧道的溪口 第二个 家属的硬硬的期盼焦虑 这个焦虑我们也知道 第三个 是我们的消防队员 有没有足够的专业 所以在那里 在那里夜宿 搭营夜宿一个晚上 等什么 等灵物局的巡山员来 等山清来 了解那个地形地物地貌的人 来引导我们往高爬再到溪口去救 所以我想 这个很多的角 很多的每个人的心的角度 我们都可以理解 但是生命的安全 都是每一条生命的安全 无价 曲县长说 面对山南事件 不论是带救援的受难者 还是家人或搜救人员 面临这样的危险 自助自救 或是相关判别能力 显得格外重要 县长许正伟也特别感谢 所有参与论坛的种子教师 清静自然认识山海将追学知识 传授给我们的下一代 记者林杰说风箱采访报道